两匹狼外出捕食猎物 雪地里一片白茫茫的 狼夫妇早已鸡肠碌路 正在这个时候 前面有一只受伤的野鸡在挣扎 公狼连忙跑上去 母狼在后面提醒说 小心有陷阱 话还没说完 公狼便掉进了一个很深的枯井里 母狼伤心地看着丈夫在下面挣扎 尽管自己一时不停地鼓励 可是任凭公狼怎么努力也没有爬上来 母狼把那只受伤的野鸡给了公狼 让他积蓄能量 母狼不顾饥饿寒冷和疲倦 把井边的雪抛开 用两只前爪不停地往里面抛土 丈夫很快就明白了妻子的意图 公狼用尾巴把土扫拢到一起 雷起来 就这样母狼在上面不停地跑 狼丈夫不停地雷土垫在自己脚下 经过两天两夜 狼丈夫在妻子的亲密相助下 总算是死里逃生 爬了上来 而井周围 到处都是狼妻子沼子上的斑斑血迹 一个男人的成功 离不开女人的成功 事业的成功 离不开家庭的成功 夫妻之间的关系 不应该只停留在形式上的生活伴侣 还应该成为心灵的事业伴侣 你认同吗